媽的 把我弄蠢 然後把自己整理去嚇到 你真的很賤 今天這支影片呢 非常簡短的要跟大家說明一下 事實上我們的頻道呢 要改名字 從不含而立改成不其而欲 那其實我前面上禮拜就已經改了 那好像感覺那個 有點沒改成功 可是大家看到這支影片的時候 應該已經恢復到 就是頻道YouTube名稱已經改為不其而欲 也就是證明說 頻道的走向會更偏向於我們兩個生活 應該沒有人現在不知道他吧 就是希雅 我不知道 這個頻道的走向之後會更偏向 就是不是更偏向 就是完全是我們兩個的生活日常 也希望大家能多多支持 訂閱按讚分享我們的頻道 喜歡我們的頻道的 也麻煩多多觀看跟按讚 因為你的每一次按讚 對我們來講 尤其對希雅 希雅她其實花很大的心力 她甚至現在會幫忙想影片的企劃 而且我覺得想的都比我好 所以沒有啊 沒有啊 隨便想想的 沒有 不是你想的太不知了 像接下來下一部影片 就會很精彩 而且是她想的 所以 我們下一部影片要改造 大家看完下一部影片呢 就會知道我現在講的是什麼 她剛剛 她故意在把我弄走 那至於為什麼呢 然後大家可以去看下一部影片 就是要給大家一個驚喜嘛 對大家看完下一部影片 再回來看我這個臉 然後大家會覺得 怎麼搞成這個樣子 你們可以盡情期待 所以就是跟大家解釋一下說 這下的頻道會改成 不期而遇 然後走向就是我們兩個的生活日常這樣 那 你沒有說為什麼還叫不期而遇 不是突然想出來的嗎 不是突然想出來的嗎 是嗎 不然不期而遇是什麼意思 就是在走在路上 好 林之翔的理由出來 我們的旗是奇怪的旗 不是期待的旗 對 是 而且 對啊 是不奇怪的旗 為什麼叫不期而遇呢 就是哪一天突然在 可以在路上碰到大家 碰到大家 那個也是 期待的旗啊 可是我們是改成奇怪的旗 那 那至於為什麼是奇怪的旗呢 不是你改的嗎 那 那 你不是嗎 為什麼 我真的不知道 就是 就是 因為我們兩個其實都還蠻 是蠻奇怪的人 你自己奇怪吧 就應該說 其實我們的相遇也有點奇怪 然後 你本身自己也很奇怪 怎麼在一起也很奇怪 對 你本身在 你本身自己也很奇怪 然後我也是一個很奇怪的人 反正就是很奇怪 跟奇怪的人在一起 其實我一開始 我有一開始也覺得 你是一個蠻 奇特的人 怎麼會有人這樣呢 你不覺得嗎 你不覺得我有這樣嗎 就是好像有這種感覺 你覺得這個很奇怪的人啊 你也是啊 我覺得我還蠻正常的 我也不知道 我自己不會覺得我自己是奇怪的人 就是誰會覺得自己是奇怪的人 但是我覺得我自己很帥 總而言之呢 這集 現在的頻道就會改成是 不起而遇 上一集其實夜市的開頭 我們已經是 用不起而遇 只是 不知道什麼 YT我在改的時候 明明改了 可是他沒有改 可是現在大家看到這支影片 應該是會是正常的 然後 那時候還是用那個期待的期 你改成期待的期 但是我跟你說 應該我們要用奇怪的期才對 喔 比較特別 我也是現在才知道這理由 因為我總覺得 好像他講說我們是奇怪的人 就跟聽到 也不是說奇怪的人 就是是一個 奇特的存在嘛 每一個人都是一個 特別的存在 我很怕那時候警察 某個警察看到 喔這兩個要注意了 警察警告他 你知道好像有個朋友跟我講啊 他說看到我 跟我聊天 第一次見到我的時候 他就覺得好像某一天 會再聽他去碰到我 那種感覺 你卻以為 呵呵呵 你卻以為 今天這集影片就是這樣 這樣可以了吧 就這集影片主要是告訴大家 我們頻道改名稱 那臉書跟 Instagram也有 欸對 臉書跟IG 我們現在會 更新的算很頻繁 因為 現在我會幫我更新 我自己有空也會更新 就不等於說有兩個人 在維持IG跟FB的更新的話 不會像以前 我一個人更新的那麼新的 這樣會不會有人罵到我 在我們影片的那個描述欄 那個Describe的欄位裡面 有那個我們的IG跟FB的網址 也麻煩大家多多去按讚跟追蹤 我們現在會分析的非常非常 好跟大家說聲謝謝 那今天這集影片就算 因為我們前面其實拍另外一集影片 現在要花4個小時去拍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雖然說我覺得我今天也需要很花時間 但是這集影片 下集影片會比精彩 非常的精彩 就麻煩大家多多期待 然後一出來呢 多看點廣告啦 多看點廣告 因為才有分潤啊 廣告 就是前面那個影片的 跳出來的廣告 如果你看30秒我就拿到錢 你不知道啊 你說影片的廣告 對啊 我們說不要按略過廣告 我們就會有錢 為什麼 就是我們就是 就是 對啊你不知道 觀眾都知道 你不知道 那你就那些YouTuber 又賺不到錢啊 那這樣就不要給人賺錢了 可以賺到你們賺錢 喔你好壞喔 今天這集影片就先這樣 那我們就下集再見囉 好配 可以了